我只是證明我辦得到 所以那個時候我只給他說 黃子佳宣布成為人父後 首度公開露面 今天重現了得知好消息的 第一反應 這麼說好了 因為他不是一天兩天的等待 所以一次又一次 然後好像有 結果又沒有 這個過程已經在過去一兩年 是反反覆覆的 所以後來聽到的時候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什麼喜奇而泣 我只是證明我辦得到 所以那個時候我只給他說 然後我太太就覺得莫名其妙 這什麼奇怪的反應 因為在這一兩年的過程 開始有一些朋友說 要不要帶你去看什麼醫生 要不要吃什麼偏方 我說我覺得我可以 所以 還行 還行 經過漫長的等待 嬌哥終於即將成為新手爸爸 在公布習訊後 他們也收到許多藝人好友的 祝福及建議 昨天有很多藝人朋友開始 我可以當你的顧問 Ella 徐若萱 啦啦 這些都很有經驗的 謝謝大家的關心 那也祝徐若萱早日康復 我 她一大早 她說 你 你要當爸爸了 我現在在醫院 可是我現在可以跟你 我說你不用管我 你先好好休息 結果她要打視訊電話給我 我說你不要打給我 你現在人躺在醫院 你管我這幹嘛 所以我就覺得 這些朋友都好可愛 他們有好多好多的經驗 或者是需要 產權轉移的娃娃車 就昨天也有Kiki 丁文綺 也說她的孩子也大了 娃娃車或是搖籃 都可以轉移到我們家 謝謝大家的關心 很感動 謝謝 沒有朋友搶著當乾爸 乾媽 大概已經排到一百 乾爹乾媽這個事 我會尊重梗汝 因為接下來懷胎十月 很辛苦的是她 那她想要怎麼安排 她想要怎麼去 延伸這個開心的事情 我都會尊重她 就讓她去做判斷 爸爸的乾爹乾媽 絕對不會是二 而老婆梗汝在先前的訪問 提到怕兒子長不高 原來焦哥也有同樣想法 對 我也怕 我也希望她長得高一點 可是老實講 我們心中最希望 是有一個健康快樂的孩子 尤其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時代 怎麼樣讓她保持開朗的心 然後對社會是有幫助的 我想這個比性別更重要 不管是男寶寶還是女寶寶 只要健康的都好 相信焦哥和葛如的愛的結晶 肯定會是個健康快樂的乖寶寶啦 希望完全娛樂多照顧月天 然後大家也多照顧完全娛樂 謝謝完全娛樂對我的照顧 最即時 最豐富 最有趣 最不能錯過 完全娛樂 完全娛樂 觀眾與藝人最新來的娛樂品牌 讓你無時無刻完全娛樂